你的特长是低头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今天比起昨天 嗨 争一份未来 争一份 虚幻 拿下一颗种子 我也不知道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不习惯说出来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回来 我希望可以做好一个平衡 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我发现确实平衡不了 你的特长是低头 什么 我不懂 有人善于说话 有的人善于笑 有的人善于管家 你是善于低头的 我什么都不会 不成了顶无用的人 无用的女人 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很多年前我采访那个黄瞻的时候 她说她每次戏演完了以后 她会一个人站到那个空无一人的舞台上去站一会儿 她好像就觉得跟那个舞台有一种情感联系似的 你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跟这个舞台有感应 我写《大女生》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种观察 人们对于女性身份的某种期待和评价 常常变成标签 变成束缚 限制着我们的可能性 你的价值由谁来判断 你的成长由谁来引领 你的人生由谁来做主 扔掉片面的刻板的标签 打破所谓的完美 接受复杂的 丰富的自己 大女生 应该是自己选择的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 欧拉好猫为独立自信大女生保驾护航 本节目由欧拉好猫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传承三百年滋补气血 调经书与广义远订坤丹特约播出 过年送好油 送贝蒂丝橄榄油 本节目合作伙伴贝蒂丝橄榄油 感谢五十三年专业护演的 曾世明赞助播出 你们好 恭喜 演得真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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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送给刘苏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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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演得太好了 太好了 好棒啊 风情万种 没有 没有说错词吧 那也不能承认是吧 是的 绝不能承认 你先做你要签字的这个事情 等会在那边 后台我们找了一个地方 坐下来聊一聊 好 辛苦 一会儿见 祝贺 不好意思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 把你的时间都给紧张了 不会 不会 我很开心 现在这是兴奋的时候 太好了 太好了 保持你的兴奋劲 你喜欢哪个 上半场的其实就是 你说的那有三个 三个我 三个白流水 对对对 三个替身的那 我觉得舞台上这一次 所有的那个艺术手段 算是用足了 对 各种各样的手段 都很用足 其实不是特别会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觉得 我知道你不太会聊 真的不是特别会聊 会演就行了 会聊的是我的事 先说说今天晚上的感受 在上海演的第二场 第二场一定是会比第一场好的 嗯 我在场中的时候我也想在想 嗯 杨老师说的挺对的 哈哈 你会每一场都有一些 即兴发挥的地方吗 会有新的感受 嗯 今天是在刚开始就听见 三嫂四嫂在那边说 编排那些白流苏的话的时候 我从未如此难过 嗯 今天是难受到了 觉得这个家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的地步 过去 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过去没有那么强烈 嗯 嗯 你会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从白流苏再成为万千吗 我不知道 我我我其实相对来说 是一个出戏比较快的人 嗯 但是 还是会有一些行为模式 一些说话的方式 还是会 可能会带一段时间吧 演白流苏 我就会觉得 这段时间我说话 给他们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 他的命运当中 能够让你共鸣的是什么 女性的那一部分 因为我是 我是理解他的 因为她是一个旧时代的女性 然后她相对来说 是说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 嗯 但是她在传统当中呢 又有一些新女性的一些影子 嗯 但是这些新女性的东西呢 并不是发自她 本身的 嗯 就是她不是很自觉的 对 就是一切都是被别人 就是被外力所推着走的 白嫁的女孩是不能跳舞的 嗯 可是她跳舞又特别好 她是她是在舞场上是可以飞起来的 对 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是因为她的前夫 嗯 天天带着她进跳舞场 嗯 所以她才会跳的 嗯 然后那个时代的女性 你要让她离婚 她是不可能的 通常来说 对 可是她又选择了离婚 对 那是因为家暴 嗯 嗯 然后包括她 她只身来到了香港 下了一个赌注 而这个赌的那个 那个筹码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她也并不清楚 嗯 也不知道这个赌局将来 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 嗯 可是她的赌性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嗯 继承她的父亲 啊 所以你慢慢的把这些零散的点 把它都串联起来了 就拼起来了 就让她其实合理了 嗯 就像那个叶导说 她说万倩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 所以她一直会从自己的经验当中 去找跟这个人物能够呼应的部分 嗯 你觉得那个呼应的部分是什么呢 干嘛不说话呀 可以当着人说的话 我完全说完了 好 鬼鬼祟祟的 有什么位置人的话 这里是万倩的 这个是重量的 好 就是在那个服装方面 肯定也是很下功夫 嗯 这个是她开场的 哦 你看这个厂 这细节啊 很多东西都是看身材的 嗯 所以很考虑女演员的 万倩的这个身材和气质都 不行啊 不行啊 不行 会 会迷倒 哦 会迷倒 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场景 一个镜头 然后你觉得 哎 万倩就是你要的百流苏 嗯 我觉得那个 你今天看的时候会有一段非常感人的 就是她一准备要走 从上海要去香港 嗯 她有时很积极的 我说百流苏不会那么快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万倩本身的心理是很强大的 百流苏是好小的 哦 其实这个是对她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改变 她要变成一个弱的 哦 她要变成一个弱的 不确定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那早上 我们经常说一下话 哎 这个是万倩还是百流苏 这个万倩百流苏 几个百流苏几个万倩 我觉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复杂的 她有勇气走出一个封建的家庭 但是她会发现她是很难自己谋生和生存的 我觉得白流苏跟范柳元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 她既渴望真爱 又不可能不去算计 万倩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性 去演一个犹豫的 派媚的白流苏 这对她来说就是很大的挑战 就当年张爱玲写她的时候 你觉得她的力还真处在什么地方 这一对男女是在不同的维度上 她们两个就像一张纸的两面 一个人特别想捅破这张纸 但另外一个人就很想把这张纸重新在湖上 因为她们太有不安全感了是吧 太怕自己吃亏了 她们的不安全感可能是来自不一样的方向吧 像白流苏的话一直是想要一个稳固的家庭 她包括离开白家 然后来到香港 其实也是奔着自己的未来 奔着自己有一个可依靠的人 但是范流苑也是一个极没有安全感的人 她不想要被什么东西所束缚住 而且她用一种好像完事不公的方式 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其实她也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可是她的那种表现方式 就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接受的 她只是想要感情 我们就谈感情 我们不要再谈别的那些什么东西 就算她献出了一些 给出了一些真心 然后她那种给的方式 也不是白流苏所需要的 她们俩像是一个博弈 我觉得一直是有一个游戏 一个拉扯 一个拉扯 一场战争那样的 但是她又有一份自己的尊典 她好像一直在捍卫自己的尊严 她一直怕自己亏了 她一直要争 要争 她争什么呢 争一份未来 争一份可以安身 的一个虚幻 我说 我们几时结婚呢 我们几时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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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们两个现在住到了一起 谁知道这个故事结束以后 会是什么样呢 所以说范柳元一直在说 她说你是一个善于低头的人 其实我认为白流苏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 我在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作为万倩来说 她好像不太是一个低头的女子 是不是 我挺固执的 你挺固执的 我低头 就是 也不是没低过头 但是我的低头是在于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我承认你说的 但是可能嘴有时候会稍微硬 比较硬 对嘴比较硬 那有没有因为嘴硬这事吃亏的 哈 就可能是当下是嘴硬了 包括我们现在公共诺 有时候看完那个一个片子 就播出以后 其实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探讨 如果她们特别直接的说出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不好的话 我就会定回去 但我当时我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 但是回头她们不提这茬了 我可能就会主动说 其实我觉得你当时说的是对的 我心里也是认同的 就是需要给我一个 需要点的时间 对对对对 要点面子 你这么要强的这个个性是怎么来的 那可不是跟我爸学的 你爸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爸是军人出生 然后管我管得挺严的 小时候我爸对我还是挺有一点凶的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不可端着饭碗到处跑 然后不可以敲碗 然后放学了 都要那个必须得立刻回家 然后不能够出去跟在外面乱玩 她们对于你从事演艺事业 表示过反对吗 没有反对 但也没有说特别明面的支持也没有 就是说如果我想做的话 她们让我去做 免得如果是阻拦我的话 怕有一天我会怪她们 我会后悔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 你考上系的时候 那些面试的老师看到你说 觉得这个女孩子好像没有什么害怕的 一点都不胆怯也不扭捏 但是其实对于你当年来说 应该对面试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和紧张的吧 当然就特别淡定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去考学就自己查 哪个学校在哪招生 然后在什么时间 然后自己订了票就走了 然后临走之前跟我爸妈打个电话 我说我去哪哪哪了 我去考试了 包括我后面突然之间撒手去当歌手去了 对 所以你是一个很能自己能拿主意的人 我觉得可能时候到了 可以去做那就去做 因为我还算是比较愿意去尝心的一个人 就包括这台戏 其实我刚刚接到邀请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怀疑 因为在我看来 《清晨之恋》可能更适合拍电影 我不太清楚 他如果在舞台上面呈现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传统戏剧派的 就会一开始学会有点不适应 会有些不理解 因为在舞台上面 我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放大的话 观众怎么能看得到呢 尤其叶老师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一直要求我们能够轻声细语 能够电影化的一个表演 这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一种挑战 但是他也许可以让我发现我自己身上没有发现过的我 没有见过的我 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触碰过的我 这也是一次冒险吧 是 就是有时候并不肯定能够演得好的 对 这种刺激 新的刺激 新的碰撞 咱甭管这事成不成 先碰了再说 万一成了呢 万一成了 那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嗯 而且也有叶老师的一个美学基础 今天为止你人生的所有的决定当中 你觉得最冒险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我其实很想跟万倩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作为一个大女生 我们有自我认知的部分 也有他人对我们评价的部分 对于自我的期待和别人对我们的期待 如何去平衡取舍 这个问题后边的故事更让我有兴趣 欧拉好猫为独立自信大女生保驾护航 本节目由欧拉好猫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传承三百年滋补气血 调经书域广义远定昆丹特约播出 过年送好油 送贝蒂斯橄榄油 本节目合作伙伴贝蒂斯橄榄油 去上综艺节目当然可能是会带来一些兴奋感的 但是那一次的经历是不是有点刺激了 挺刺激的 挺刺激的 因为在个人喜爱榜上 她一直名列前茅 万倩 恭喜万倩 什么东西刺激到你的呢 你觉得 因为参加综艺之前 当时还是会抱着一种玩的心态 因为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 我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就属于这种的 但是我也没有料到参加姐姐这个综艺以后 然后尤其是我当了队长以后 会那么要强 这是我自己没有预料到的 骨折手术刚刚四天 你就开始又进入排练 吊着那个甲板 还在做这么剧烈的各种运动的时候 我也紧张了 我就想这女孩子 她是觉得已经被嫁到这个位置上 实在是没有退路了 还是她为什么要这么玩命呢 这个赛制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残酷的 就是从侧面上就会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压力 就会有一种有一个想法就是冲啊冲啊 冲啊你可以做的话 为什么不做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脑子里面准 特别是就是可能当你的这个会被解读成可能是假的 这件事情其实会让你觉得老受伤了 对啊 挺难过的就是挺难过的 我觉得就好像坚强起来别人就反而不一定会那么理解我 嗯 就虽然对于我看来好像是挺正常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自然会去做了 可是别人当别人在误会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点委屈的 嗯 就因为我这边骨折了我是饶神经受损 饶神经是控制到我这儿的 嗯 我这手其实是当起来是没有力气的 所以我必须要有个指甲 不然的话我这边肌肉可能会萎缩 然后这边过身 嗯 然后关节什么都会有问题 所以需要一个指甲支在这儿 嗯 我要不是受伤我也不知道 嗯 更多的人就会觉得哪里受伤就就就打哪里吗 嗯 那谁知道还有神经的这个问题 嗯 嗯 所以突然之间呢我就开始理解 发出这样质疑的人 所以你看其实要强的女人有的时候 嗯 反而会多一重的委屈了哈 嗯 还是会有的 但那个时候也有其他不认识的医生知道这件事情后 他们 我看过他们拍了视频 然后也写过文字 来帮我来解释这件事 嗯 我觉得特别感激 那现在回头想起来呢 你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是 大家彼此沟通的或者是相互的理解 是不同层面的 嗯 我觉得大家可能想 追求的答案和我 想要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 就好像我们拍电影 我不是为了拿奖而去拍的 嗯 如果我拍好了 我得到了一个奖项 这对我来说这是附加的价值 嗯 这是给我的一个奖赏 我会觉得很开心 嗯 嗯 我更希望的是我在做事情的这个过程 这个东西是能够让我从中间去吸取养分的 嗯 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 它才是最好的 嗯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嗯 其实做演员这个事还是蛮纠结的一个事情 你的自我和别人眼中的你 他们是非常相关的 可能比如说当你变得万众瞩目的时候 你的欲击一动都会被别人来评判的时候 那种意见实际上是会对你会产生影响的 嗯 是应该的 你觉得什么时候找到了这个平衡 就是你的自我和别人眼中的你 要怎么样去做 我 我一直在这个平衡点上 一直在这个平衡点上 因为这个事情并没有困扰到我 嗯 只要不是太过于恶意 那就是姐姐那段时间受到过比较恶意的评价 那个时候压力还挺大的 嗯 就是一开始 还挺关注别人的评价的 可是看到后面我觉得我好心塞了 算了算了 我就别看了 那就别看了 你会不会把那些你认为不友好的评论把它给 那没有 就不看就完了嘛 就是任何人都有评价的一个自由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在乎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说服 嗯 其实我们不可能真的不在乎别人 当然不说 是吧 这可能也是这个职业就是 你甩不掉的一个 一个附加的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要破解平衡的这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平衡是我们在混乱当中去寻找那样的一种动态的平衡 还想聊一聊关于我们的这个多重身份啊 就比如说你怎么平衡 平衡家庭和事业是吗 我就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你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被冒犯吗 我觉得为啥不问男生呢 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在我刚刚开始 刚刚有小孩的时候 我还觉得说我希望可以做好一个平衡 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我发现也确实平衡不了 其实就大大方方承认是很难平衡的 嗯 那就是很难平衡 但是其实我后来我有在想 其实像我们这样比较相对比较有事业心的女性 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对伴侣 比如说他们的这种精神和情感的需求 没有给予足够的一种关注 会不会带来一些困扰的 聊过 因为我觉得这还挺重要的 我先生是属于支持我的 他希望我能够拥有自己的事 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同样我也希望他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去做他的 就是彼此之间其实给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嗯 都会告诉他 我需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他就会说 OK 我把我的工作再减一个量 可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 他可真棒 那就 我可能就是我的下方工作 我可能就是待在上海 我可以陪孩子更多一些 然后他就可以放心去做他的事情 所谓的平衡问题好像听起来很大 其实只要说到时间 就很具体了 就全卡住了 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 就 嗯 太难了 嗯 比如就举一次呢 你觉得特别难的 就是 这段时间我到底要不要工作 我后面的工作 可不可以一直接到 离孩子近一点的地方 小的时候你是带着他进剧组 对 就是希望能够多跟他在一起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平衡的 因为我是一直把他带在身边的 嗯 后来就觉得好像 现在要上寻了 就不行了 就是你能够去调整的空间 越来越窄 嗯 你很少去抱怨或者是 就不习惯说出来 嗯 然后我不是 产后两个月就去拍戏了吗 那个时候其实挺好笑的 我生了孩子以后 我才知道 一孕傻三年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那个时候 刚刚进组的时候 我的记忆力是有问题的 嗯 我一开始不相信 但是进完组以后 我突然发现 我背台词没有以前快了 然后我就发现 完了我词背不下来了 我刚念完了以后 脑子就空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每天晚上 我需要花比以前 多大概十倍的时间去 去记台词 我那时候还弄了一个小卡片 就是那个 记英语 我就必须把它全部写下来 就把第二天的台词 就全部也写下来 然后一直翻 一直翻 然后每天晚上 背个十几遍吧 然后确定把它背下来 完了以后 我才敢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必须我重新跟我助理 就帮我对台词 然后就 必须能够脱口而出 我才敢去现场 所以你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苛刻 但是呢 经过这件事 我发现了一点 所谓的遗孕 傻三年 它是可以调试过来的 但是你很难得到 充分的休息啊 如果带着一个孩子的话 没办法 大女人就是什么都想要 就是我既然可以做到 我为什么不做呢 你好像曾经说过 你不希望在女儿的眼中 你只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那你还希望在她的眼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不管是什么方面都行 那我希望可以做一个 让她骄傲的人 让她觉得提起来 会觉得自豪的一个妈妈 为此你会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努力工作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工作 你希望你的女儿是一个 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她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边出去 天呐 嗨 你们好 左边 这个后台像迷宫一样 大奶奶 别动了 咚咚咚 嗨 你好 亲爱的 别打扰你 别打扰你 赶紧在这坐吧 要整个一个变形季了 我觉得 今天第二场了 对 今天是第二场 上海第二场 人都说嘛 其实看戏要看第三天第二天的 但是也有一个 但是也有一个话叫黑二场 不会 不会 你上台之前会有一些什么固定动作 就是需要自己能够进入到那个表演的状态 就会把我的同事们都赶出去 对 因为还是需要一个自己独处的一个空间 对 得放空 就是排空一些杂念嘛 在演了很多年的这个影视剧以后 再回到舞台是有什么感觉 也不叫回到舞台吧 因为我去年前年可能每年都会有一个舞台剧 再回到舞台上意味着什么呢 还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还是喜欢的 喜欢 就是在舞台上的什么感觉 是在其他的这种表演当中没有的 它毕竟还是可以直接面对观众 能够瞬间接收到一股能量 还是会跟在摄影机前面的那种隔离感 它是不一样的 很直接 然后在舞台上面那么几个小时 没有人可以打断 没有导演喊卡 对 然后整个所有的舞台都是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 还是挺不一样 是应该是很有满足感的 说说你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感觉吧 当时你在演什么 我上大学第一次上舞台是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舞台剧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叫《共和国不会忘记》 是讲述两单一新的 然后那时候主演是周野芒老师 然后还分到了一句台词 是什么呢还记得 具体我忘了 但是我就觉得我很幸运 我可以独立去拥有一句台词 然后也在台上也是只有我跟周老师 然后还有另外一名演员 我们在台上 然后就一束追光就打在了周老师的身上 周老师的身上 然后顺便来扫到了我的身上 就是本来是这样坐着的 本来气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那束光打到身上的时候 就不由自主的就 就起来了 对 然后就觉得 我要好好把这句词说好 就会有这种特别神圣的一种感觉 就觉得哇好棒啊 所以其实这跟舞台也有一种相互的感应 你就觉得太妙了 太妙了 在舞台上 很多年前我采访那个香港的作家黄瞻的时候 他说他每次写一出戏或者倒一出戏 然后在那个戏演完了以后 他会一个人站到那个空无一人的舞台上去站一会儿 他好像就觉得跟那个舞台有一种情感联系似的 你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跟这个舞台有感应 就坐在我的场景里面 就是我需要熟悉我的舞台 去感受我的这个环境 熟悉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就坐在上面觉得我跟他是融为一体的 就周围的其他人都不是我世界的 所以那个时候舞台是你心头的一个一个痛吗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回来 但是现在回头看起来这一步可以避免吗 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觉得没有没有必要避免它 那当时可能是想的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一步 你说这因为演舞台剧实在是收入太少了 很喜欢但是觉得好像也需要生活 所以你也有被推着走的时候 对 也是被推着走的 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 其实对自己的未来的那个规划和设想也没有那么清晰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 因为歌手并不是我最终的一个梦想 但最要命的就是当我一个作品出来以后觉得不好的时候 那个是让我心情会非常不好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那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最早先是在演一部戏叫生死桥 我觉得我已经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然后非常投入 但是等成品出来的时候 我大点眼睛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跟导演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的一个表演方式会有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刚刚从歌手重新回到那个影视区表演 然后我身上的表演的那种方式 其实实际上还是非常舞台的 嗯 就是太夸张了是吧 整个一个做作 嗯 是我 你在听吗 亲老板不让你走 你知道情感这种东西 我不能自己憋在那边去感受 我得放出来 嗯 但是我没有放到那个过程 嗯 就是有点像我一个人在哭 这个我好难受 我真的特别难受 可是对方一点都 我就会没有共鸣 嗯 就是作为对手来说 会没有共鸣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嗯 所以后来那部戏 你自己就再也不会看了 是吧 我看了 逼着自己看 对 就一边心情很不好 但一边在看 那个时候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自以为 我在表演上面是 有点东西的 嗯 那个时候年纪轻嘛 嗯 在班上我 还算 成绩算比较好的 嗯 我一直对自己的那个演戏 是非常自信的 但是那一下被打击得有点 有点厉害 嗯 那怎么走出那段时间 你不演主角了 啊 不演主角 嗯 演配角 如果要是不能够完美 你宁可去演一个配角 你觉得你能够更好地把握的一个角色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吗 我会希望我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但是我接受它的缺陷 后来我接到上海上海 一开始是说你要不要来演个女儿好 我看一下剧本我说我不要 嗯 我说我要演另外一个小的 嗯 嗯 就是虽然它的戏份没有那么重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 完全能够驾驭那个角色 就很开心演了 嗯 其实演戏这件事跟这种情感的敏锐 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嗯 有没有一个艺术作品 比如说一部电影当中的某一个女性的形象 会给你带来的影响特别大 或者让你产生一种啊 那个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 值得去成为的一个形象 嗯 余佩尔的她 Ella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她的这个表演 特别让你 让我觉得 让你觉得 太狠了 太狠了 嗯 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就是作品 这就是你想象的一部一部作品 人格非常丰满的一个作品 嗯 嗯 一个人物 不是很单纯的去 当然去描述这种特别平凡的事情 平凡里面的这种小人物 她也很棒 但是这种的这种复杂程度 程度是我们平常是想象不到的 但是其实你也演过一些 嗯 呃 不是平常的 或者是普通的人生的故事 嗯 嗯 也是 我记得你得了那个最佳女配角的时候 说 下次希望能够做最佳女主 哈哈哈 啊 离这个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感觉被拿出来抽了 哈哈哈 就编 嗯 这个字好像不太合适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就 这算是给自己的一个鼓励吧 嗯 一个 一个豪言壮语 啊 对 那离一个做 年轻 青年表演艺术家的这个目标 到底放下了多少豪言壮语 我那次说 那已经快中年表演艺术家了 你现在是很有很有自信的说 对我做到了 还没有 还是挺惭愧的 对 你觉得还差一个什么距离 就是差作品 嗯 你觉得还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嗯 缺的多了 我觉得未来对于我来说 其实就是像 埋下一颗种子 就像种子盲盒一样 我不知道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嗯 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我也不知道她长的那个速度 是什么样子 她会长得好还是不好 这些东西都不知道 嗯 但是永远保持这样的一个新鲜感 去期待她就好了 嗯 我们这个系列叫 你好大女生 嗯 你如果自己定义一下 什么是大女生 你会怎么来定义她 大女生 大女生 有独立的思想人格吧 嗯 无所畏惧 这是最重要 这是最重要 嗯 外界的很多的因素 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我们所能够掌控的唯有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有在天地之间独立存在的那种价值 是最重要的 对 可是 你也开始创业 是 Natalya 蓝姐今天采访万倩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什么 万倩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果敢酷洒的大女生 有点像咱们这个欧拉好猫坚持复古未来的设计理念 万倩身上就有这种独立自信 为了心中梦想勇往直前的精神 像我们倡导的大女生一样 独立自信救欧拉 我写大女生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种观察 人们对于女性身份的某种期待和评价 常常变成标签 变成束缚 限制着我们的可能性 你的价值由谁来判断 你的成长由谁来引领 你的人生由谁来做主 扔掉片面的刻板的标签 打破所谓的完美 接受复杂的丰富的自己 大女生 应该是自己选择的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